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拍這條影片就是介紹我的桌子怎樣用 因為我發覺很多時候我上網找的影片通常都是講國語 我自己也不懂得聽國語 而且很多時候都不解釋不夠仔細 我希望今天可以用廣東話去解釋我這張桌子 我這張桌子就是奧隆的桌子 但是我看常用的桌子都是差不多 首先在未開始講桌子之前 我會建議你準備好幾件事 通常桌子都未必會幫你做到這個功能 或者未必跟進那些東西 當然很多時候打牌就要起裝 還有這個位置 這個小貼士就是我家是打無花的 136隻的 通常你擲位的時候 通常都會找東南西方出來的 幸好你不會拿起牌 找回四隻出來 之後再對回小個 很多時候我會建議 如果我不打花的話 用花擲位 或者用啤牌 總之四個順著的東西 去擲位 你不用把東南西方出來的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擲位和起裝定的時候 我會建議在未拿牌之前出來 就先做出來的 譬如 打色 擲位 打色 看看哪個起裝 我便會解釋 我便會解釋為何我會建議這件事 為何要說 首先 先打起裝飾 這個桌子的功能 不好意思 這個桌子的功能 通常我按了這個位置做裝 這個位置就會說 這個位置是裝 它有一個燈 即使你打牌的時候 其他人按到 它都會跳回這個位置 連裝也是零的 即是它不會加連裝 因為當你這陣子 這塊東西未蓋過之後 你未洗過 它的燈 永遠都是會跟回裝的 OK 如果你按 你怎樣按 它都會彈回那個位置 如果你剛才是 執完位再起裝 或者起裝那個 大家一個人打色那個 就不是那個人 起裝 可能是另一個路 那這個是小提示 你不需要跟足 尤其是你不使用這個燈 的話 OK 補充回 我剛剛研究完了 原來 剛才 如果你是 當你這塊東西起了之後 它 在洗牌的時候 你按任何一個位置 它會裝 它未必一定是跟足的 總之 你按了哪個位置 它就會在哪個位置 這部分 現在呢 就 如果關於你 譬如你打完一圈 OK 我 我們推翻牌 但是譬如我不小心 掉了一隻 一兩隻牌 在地上 那些人不覺 沒有撿到 那我推下去 或者 不小心掉了籌碼 起裝 什麼都好 那你當你 當你推進去的時候 那你 如果你想打下一棵的時候 你再按下去 那它會上來 OK 那其實呢 當你推進去 它會洗第二棵的 那就是 譬如現在它這裏 數著135隻 但是我剛才 抽起了兩隻 那或者掉了籌碼 我要立刻 吸回 它洗牌的時候 你按紅色 它都不起的 那你其實要按著兩個 那它就 Emergency 了 那你伸手下去 拿 索膠而已 沒問題的 那對回去 那再按回去 那就沒問題了 OK 那說回剛才 這張椅子 那它 當你 在洗牌的時候 它就會 它自動有一個 靜音 還有這個 空乾的 那你當你的牌 比如你說手汗 或者你打一顆 那起碼它都會吹一下 幫你 乾一下這牌 那當你每晚 你打完牌之後 那把牌全部都放進去 那你通常按紅色 它會繼續上這牌 那你就不會想這樣 因為你要收桌 那收桌的話 你就把你的牌正常推進去 之後呢 就按住兩顆 顏色的位 這邊可以 或者這邊可以 總之是兩顆顏色 對著的顏色 撐住它 3秒 那它就會自動關上 就不會再起牌了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關上桌子 這樣就收工了 好 那就希望 這裡簡單地用廣東話 去解釋這張桌 希望你可以用到 好 OK 拜拜 那再加上順便一提 那這張桌子 這裡呢 就有個煙灰缸 當然屋內不准吃煙 桌子這裡呢 可以放電話 那這裡放籌碼 就不會太深的 就不會像以前綠色的桌子 插著手指就細心了 那時候呢 可以整抽拿起它 可以換位 超簡單 還有那這裡呢 也有個個人的杯座 那這些就 簡單介紹一下 謝謝 好 現在來記錄一下 我們這個換色儀式 那現在這裡只有兩顆色 那我們要打 可能要打三顆色 那希望呢 就 錄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弄壞桌子 啊 那先 首先呢 就應該 叫起 快膠 叫不可以 快膠 拿起兩顆色 這個 那我們就換上普通三顆白色 它不是真的大顆 放不下的 但可能會不會太過大顆呢 太過大顆它不打的話 就有問題了 好 先放進去 那我們再 開機 看看 打不打到 還是要買那些顏色 好 好 那現在呢 就開了桌子 那看一下 按 那顆色 是打到的 OK 那沒問題了 OK 沒問題 開